冰掌他就是 典型的帅哥嘛 很立體的鼻子 男神側顏殺的那種很俐落的下巴 他就是一個很冷漠的人 可是實際上他做的很多事情 又是相對溫暖的 所以這個角色就特別討喜 晉級的巨人呢 大概是這十年的動漫的代表 他從一個主角啊 在很高聳的圍牆 幾十公尺的大牆裡面 居然牆外面有一群巨人 然後把牆弄破 然後進來裡面吃人 然後慢慢慢慢發現 這整件事情的秘密 首先那我們來談談主角 Alan吧 各位在印象中 Alan是從一開始小時候 就是那種熱血的小男生 有一點點娃娃臉 然後大大的充滿鬥志的眼睛 然後眉毛都是這樣子 就我們要幹嘛我們要幹嘛 就充滿了熱血 啊當然到後期 就開始有一點點黑化 變得有點冷漠 頭髮就這樣垂下 臉也開始變得消瘦了 然後眉毛變得比較平了 眉眼距也開始拉近 甚至眼窩開始有點凹陷 眼睛的眼神呢 也不再是那麼炯炯有神 已經有點降下來了 或許不在心中 充滿了那麼多的理想 所以其實在動漫這個 她的成長的過程 她的外觀也隨著 她的角色的個性 慢慢慢慢的調整 那我們來談女主角 米卡莎 其實米卡莎 我覺得她其實也蠻不典型的女主角 最少跟男主角一樣高 其實就不太典型了 有170公分 其實她的臉型也不是 典型的漫畫女主角那種很柔美的 她其實是有一點點線條感的 可是她的眼睛呢 各位可以注意到在漫畫裡面 她眼睛還是比較大 而且眼尾有點微微醇 尤其她在面對Alan的時候 她的眼神其實是比較柔和的 所以其實在這一個女主角裡面 她的外觀同時兼具有 勇敢跟溫柔的這兩個角色在裡面 第三個呢就是 阿爾米 各位可以注意到她的眼睛 就這樣圓圓的 然後眉毛呢 相對她們的眉眼距離就沒有那麼窄了 她眉毛就比較寬一點點 就比較一個開朗清爽的感覺 尤其她的鼻子相對比較小 臉也比較圓潤的時候 事實上給人家一個比較好親近的角色 那我們再繼續談下一個女生 雅妮的特色呢 設定的就跟米卡莎一樣 她其實是比較有個性有勇敢的 可是我們可以注意到雅妮 她的眼睛也是特別降降下來 其實有一點點死於眼 就是我們講的眼點肌有點無力 就她有一個很挺的鼻子有點駝風 這種在我們亞中人的感受裡面 通常是代表比較有個性的 那也比較符合她在動漫裡面 沉默寡言 比較孤僻的這個形象 那再來我們來談談冰掌 各位可以看到冰掌 她就是眼型的帥哥嘛 很立體的鼻子 男神側顏殺的那種很俐落的下巴 當然最大特徵是什麼 也是極度冷的眼神 一個細細的眉毛 眉眼距離特別的長 好當然在漫畫裡面角色 設定她就是一個很冷漠的人 可是實際上她做的很多事情 又是相對溫暖的 所以這個角色就特別套餐 那我們再繼續談男生的主角 再來就是團長了 團長的話其實也是金髮閉眼 可是各位可以注意她的臉型 非常的方正 濃眉大眼的 然後臉型方正 其實就感覺是一個 相對非常正派 然後有領導力的一個人 相對另外一個人呢 萊納 其實早期也是有一點點這種特色 他們都是非常有線條感 就是相對比較man的 就感覺是一個很厲害的士兵啊 很厲害的將軍的這種樣子 那只是萊納的特徵的比較特別是 她眉眼距離比較近 不像是團長那一種 正大光明的那一種磊落感 除了強壯比較man以外 其實她好像還是有一些 自己的秘密在 當然到了後期 萊納 你坐吧 她就整個人就消紅了 她雖然這個臉型啊 這些線條是還在 可是好像整個肌肉感 整個都不見了 只剩下了更強烈的顴骨感 然後臉頰凹陷 然後眼神整個空洞 看到進擊巨人的作者 劍山創人 其實在設定這些主要人物的時候 畫風啊 這些細節啊 的確可以讓我們去 聯想到這一個人的主要個性 就像其實我們在 醫美手術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做一些調整的時候 也是要去觀察 每個客人的個性 然後為了她的個性去設計 屬於她適合的一個協調感 而不是把每個人都變成複製人 這樣就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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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